今天會是大勝劈掛工房散手課程的第一天 大家都懷著興奮而期待的心情 李飛彪師傅將會向同學傳授工房意識 以及智慧術的注意事項 亦都會開始教授一些簡單的單手防禦手法 不知道被寄予厚望的吹水和魚蛋作為師兄 會不會有壓力呢 好 大家好 今天是正式第一課學智慧術的研習班 在我們未上課學智慧術之前 我希望有少少理論大家要留意一下 有一個正確的我們學了智慧術的觀念去做 第一 大家都接觸過大勝劈掛門一些套路 一些功夫 在這個層次裏面要提升是另一種訓練 套路是一個訓練的形式 如果你想去實用 能夠智慧 是另一種訓練方法 裏面會比較簡單 但是要求會嚴格一些 另外 我們學套路有什麼概念呢 首先 我經常和大家講 我們學功夫不是為打架而切 就算你學了智慧術 有人襲擊你 你能夠反抗 我希望你也會走 脫離現場 甚至對方和你糾纏的時候 你捉了他 或者制服了他 其實已經是終結了一件事 大家冷靜一下就可以和平解決任何事 如果你說我加以重手 我怎樣多踢兩腳 踢多一槌 問題就很嚴重 因為在香港的法例裏面 其實只要你是打架 雙方都有刑責的 以前我有些朋友都說 我自衛 但是打傷對方 他的責任比他更大 所以在一個法治社會裏面 我們盡可能根據法律來行事 一些無謂的法律糾紛 我們盡可能勉強 不要影響到我們自己 另外一個就是廣道 我們剛才講了 我們學自衛術 少許法律 我練習了 因為我們的唐數也不是太多 如果你在這裡學了技術 知道怎樣做的時候 你回家一定要靠自己練習 可能家裏的設備沒有那麼好 如果我們徒手練習的話 我們都要找一些小小重量 或者一些橡筋帶 或者你習慣一個進步 一個退步這麼簡單 你重複十次 重複二十次 你會感覺到原來重複二十次之後 你是熟練了 我以前也教過這些短期的智慧術 一到快的時候 我這些同學 左腳踢右腳就有 右手打左手就有亂了 你的訓練自己 全部是一個很自然的反應 進退閃避閃避 我一閃避就掉了 所以這些在家的空間 雖然是小 但這個都可以做到的 我希望大家留意 我們學這個智慧術 是純粹一個提升自己的技術 提升自己的一種修養 就不是學了智慧術 就可以去哈哈巴巴 去怎樣做一些 甚至乎非法的壞事 所以希望今天大家來參加這個訓練班 要有一個很正確 很明確的一個正常心態 去面對我們怎樣 學了智慧術 日後裏面我們怎樣運用 最好就不要運用 希望大家有一個正確的心態 去面對智慧術的訓練班 大家明白我剛才說的事 有沒有其他問題需要去問 師傅 其實在甚麼情況下 才叫合法智慧 其實合法智慧 我想是 例如你想逃避 沒有辦法逃避 或者你生命是受到危險的時候 你作出了智慧 我想這個也算是一個合法智慧 師傅 想問 如果對方用刀劑怎麼辦 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第一是一個利器 不是打拳頭交那麼簡單 這個一定要跟對方拉開一個適當的距離 還有你要爭取機會快些 從一個側面去 如果你正面的東西都跟過來 你要側面 譬如左閃或者右臂 從中選擇一個合適的時機 你作為反攻才行 一定要拉開一個距離 你需要不上的地方 你為什麼要拿開一個去呢 你不要내 你讓我拿開 你讓我拿開一個沙 Attack 你的心事 你不要 我把你快遲到